继续要告诉你 农委会今天又公布新增加两起诱欢感染狂犬病的案例 地点分别在嘉义县跟台中市 而为了加强防疫 农委会下午特别邀请了美国跟中国大陆的防疫专家 来到台湾言商对策 甚至考虑要在山区空头动物用的口服疫苗 但是也有兽医专家对空头疫苗的效益提出了质疑 又有诱欢感染狂犬病 地点是在嘉义县竹起乡及台中市的雾峰区 累计全台已经有23例诱欢1例前属 确定感染狂犬病 而为了加强防疫 农委会将邀请美国中国大陆等防疫专家来台 演你对策 甚至有可能展开空头动物口服疫苗 我们会就这个空头疫苗的可行性评估来做 那怎么要评估的包括这个疫苗有不同的剂型 它的安全性它对于对象动物其他动物的这个效力 防检局强调下午将召开专家会议就防疫工作听取各方意见 不过因为台湾的山区有许多森林 而目前发现染病的诱欢都分布在低海拔区 学者一听到要仿效美国欧洲空头口服疫苗都觉得效益不高 台湾的状况跟国外不一样 所以应该是不需要用到空头 那但是口服疫苗是现在对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防疫 是最重要的选项 学者表示这些低海拔地区大多有寻山源及原住民 还不如将口服疫苗做成诱饵 直接放进山区 远比空头的效益还高 不过不管要怎么做 学者呼吁政府都得赶快做出相关的评估还有决定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